您好,文贵先生 我想通过这个方式和您交流一下 因为推特140个字的篇幅 可能呢,是我不能够完全表达我的想法 我就占用您和我们广大推友几分钟时间 来和您交流一下关于胡平老师的问题 我前几天看到百桥和你的推文上互动 说百桥说,他知道胡平老师曾经接受过中林晚的香烟 而且接受的数量比较多,都多到可以开店的这个程度 我呢,十分的震惊 我表达了我不敢相信 我根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因为为什么呢,胡平老师是我的民主导师 我在80年代受到民主启蒙时 有两个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 一是胡平老师,第二个是方立志老师 那么方立志在六四后 北京公安局通缉令发表之后 他带着他的太太李苏贤 往美国大使馆跑进去的那一刻 他在我心目中的导师形象就完全坍塌了 我十分鄙视他这种导师带头投降 带头逃跑的行为 那么胡平老师是我另外一位民主启蒙的导师 当我听到百桥讲的这点关于香烟的事情 我可以讲 我是十分反对任何民主人士和中共领事馆眉来眼去的 这件事情我觉得胡老师需要在公开场合对这件事进行回应 否则胡平老师他民主导师的形象会有很大的损伤 但是文贵先生 我真的不赞成您今天发表的这两条推文 尤其您置顶的这条推文 要求所有的网友都来扒一把胡平老师 都要看清他 您给他下的定论是已经是骗钱骗喝 骗吃骗喝 骗钱骗名骗利 我觉得非常的不合适 因为您是向中共开炮的人 您是把中共上层他们的贪腐 荒淫和无耻全部揭露的人 包括黄燕的小手 包括潘石屹的容金律 包括王岐山的海航集团 您所给公众们所亮出的这些观点 和您已经给出的爆的料 我们有浓厚的兴趣 那么对于胡平老师的事情 我觉得既然百桥已经在他的视频中公开 把他对胡平老师的各种观点亮出来以后 胡平老师他会选择他的方式 去电视视频公开辩论也好 写文章表达他的观点也好 我觉得让他们双方亮出观点 我们大家做一个看客 我们都是成年人 我们都有辩非是非的能力 我对百桥这种行为是表示赞赏的 因为海外民营圈能够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事实 都能亮出观点摆到桌面上 让大家来评判的人是不多的 我反对那些人在背后去耍阴谋诡计 然后对别人去搬弄是非的 但是百桥百着桌上的观点 要有事实和依据来支撑的 那是否有那么多根据 是否事实时 他有一个论证的过程 所以现在我们不能给这个胡平老师 现在就扣上他 骗吃骗喝骗名骗利 而且是伪善的民主导师 并且跟中共通共的这样的报纸 我觉得这一切都要有事实来说明 作为文贵先生 您因为是一个公众人物 那么这个很多境外媒体 在选择他们做各种新闻节目的时候 毫无疑问会让大家来评论你 包括这次的张立凡老师和胡平老师 对您的评论 可能他们评论的东西 您不太愿意听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对喜欢听的您可以收纳 不喜欢听的您可以不理 如果是无是生非挑拨离间的 您可以拿黑 如果这些观点它是无中生有 您可以站出来辩驳 就像我在这个六四期间 自由亚洲电台在做一档节目的时候 邀请了夏野良老师和我 我们在谈六四的节目时候 他们同样给出我们一个命题 叫做郭文贵是否妥协了 他是针对您在五月二十九号的视频 和六月一号的两段视频里面 有明显的态度不同和落差的这个情况 他才给出这么一个命题 从我个人来讲 我是不愿意在任何公开场合 去随便评论你的 因为我报道的态度是让子弹飞 是一个吃瓜群众的态度 我希望要看到子弹飞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才可以做出评判 今天我仍然不能对您所表达的 这些所有子弹飞到的这个过程中 做出对您做出任何评判 但是我这个人绝不会说那些言不由衷的话 所以在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 我也把我的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我只是在胡彬老师的这个问题上面 我希望文贵先生 您应当保持一个观众的心态 要让百桥打出来的子弹 我们要看他飞到哪里 在哪里落下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胡彬老师 他能够把他的子弹亮出来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话 文贵先生您是否接受 如果您觉得我讲的 您能够接受有道理 您就回复 如果你觉得你不要听 那您就无视这件事 咱就当没说 谢谢你